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节目当中已经几次提到 现在的中国的政局 最上面的政局 就是让子丹飞里面张麻子 你可以叫张慕芝 你可以叫贾县长 他代表的进城做县长的这一拨人 和周润发扮演的黄四爷 真正的地方势力 真正的恶势力 相互对垒的过程 有个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贴了个帖子 说涛哥你提到这个让子丹飞 那其实江文在拍完了《一步之遥》之后 曾经接受过崔永元的采访 崔永元问了很多问题 结果江文就一句话 说这个电影是他寻找真相的过程 寻找真相的过程 寻找真相拿出来的结果 那是一步之遥 而一步之遥是在让子丹飞的基础上 说的拍的第二片 而让子丹飞最后的结束去哪了呢 去了上海 去了浦东 那在这个电影当中 在《让子丹飞》这个电影当中 我觉得他深刻的揭示出 中共官场 整个中国社会 不同人群的相貌和品质 张麻子又叫张慕芝 张麻子是贼是寇是劫匪 但他不是 他是真正的身份 是蔡厄将军的手枪队的队长 正规决 留过洋 去过日本读书 回来之后 发掘军阀混战 也就是整个社会官场 一片混乱 无他立足之地 无他立足之地的原因 他的人性尚存 他有他的狭义之处 他不愿跟官场同流合污 所以落草为寇 但他不甘心自己是寇 那等进了县里面 任县长的时候 又是个假的 所以他在影片里 他真实的身份 始终是假的 真实的身份 只是在他跟汤氏也 讲过那么一段 对吧 所以里面的主角 是一个狭义的人性的 寻找人的真正含义 他不是为了钱财 他为了做人的尊严 这是张慕之 张麻子和马县长的角色 那另外一拨人 很具有代表性的汤氏也 那本来上任的马县长 马邦德和他的县长夫人 县长夫人露得面很少 但是这两个人 表现出今天中共体制的官 绝大部分的官 跟势力之间的那样的关系 那地方势力 您可以把它代表成 你叫太子党也好 你叫江家邦也好 你叫上海邦也好 你叫什么邦都成 他代表着各个 各行各业 各门各派 石油邦 秘书邦 他的势力 他的真正的势力 但在外面混的 是马县长 马邦德 而这个汤氏也 也就是葛优扮演的角色 和刘嘉玲扮演的角色 他代表着今天中共的官场 那在任何地方围官 他不会待长久 在当官的时候 他一定要与势力结合赚钱 所以与势力结合赚钱 又不会待久 他只能骗 他的生命就是骗 他与所有有势力的人 结合在一起 当他们的利益 共同的时候 他们是彼此的哥们 当他们的利益 在过程中 彼此受到伤害的时候 这官立刻就出卖 出卖所有的人 包括他的老婆 好 影片里是这么写的 那老婆 自己的老婆 不叫老婆 叫县长夫人 只给县长做女人 谁是县长 无所谓 非常经典 这是 是在北京城长大的 是江文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说出的经典的话 这是官场的人 黄四爷 是势力之人 黄四爷是势力之人的原因就是 他真正的具有势力 真正的恶势力 真正的被铲除的人 他代表着整体的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而他的势力的存在 黄四爷的名字 可以让所有其他人 吓破了答案 那你今天就可以对比成 江家邦也好 原来的政法委也好 那包括我们可以知道的 所谓太子党也好 只要他能被称为 一方势力 他都可以把别人 从精神上扼杀掉 那再有一波呢 就是百姓 劫匪 和黄四爷的 这个手下的人 其实他是扮演着不同角色 但他不是一个拥有势力的 他是另外一波人 绑匪都带 桶 一桶三桶 九桶 对不对 玩麻将 全国都在玩麻将 而最先带这样一桶 三桶五桶的 是张麻子的劫匪 啥意思 中国人把命都堵进去了 他活着就是在堵命 他活着就是在堵命 当他堵命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只能把脸给盖上 而作为老百姓 任钱 所以发出银子的时候 不敢明抢 天一黑 一下雨 银子全没了 但他怕黄四爷 黄四爷出来 收钱的时候 全交了 但他交银子的时候 他怕 对不对 然后 他又发枪 这个贾县长又发枪 发了枪发子弹 一过夜 枪子弹全没了 你看这镜头里在家干嘛呢 土豪猎身老百姓都在家玩麻将 抱着枪玩麻将 这个时候收枪的时候 那人不干 因为他知道我有枪能保命 这是老百姓 所以把没收成枪 把那个马 收枪的马车给打跑了 这是老百姓 那姜文就觉得行了 这县长行了 出来开始吆喝 走啊 我们去打这个黄四爷的 这个炮楼去啊 我们给他平了 嚷破了嗓子 谁都不出来 为什么 开枪 打那些收枪的马车的时候 是为了自个儿 当你忽悠出来之后 去把黄四爷的碉堡干掉了之后 你不出来 我也不出来 谁也不愿意先出头 出头的槽子 这个先了 谁都不愿意出头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 为什么 怕秋后算账 那后来 那这个张麻子明白了 咔嚓把假黄四爷脑袋 被嘎下来 真假 无所谓 但老百姓知道 没有秋后算账的牵头人 大家都出来 出来干嘛 跑黄四爷 他们家家楼里 点了炮楼 把东西抢了 还是为自个儿 所以这是姜文眼中的 今天的中国人 今天的中国人 所以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 任何社会制度的改变 它无法改变人心 和重新认知 做人的品德 在这个影片当中 最后结束的时候 姜文所代表的 张麻子代表的那哥几个 搂着女人去了浦东 把姜文跟一个扔了 结束是这么结束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今天的场面 今天中国社会 官场最上层打斗的场面 就是让子弹飞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姜文所扮演的张麻子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让子弹飞的最开始的镜头 马拉着火车 那当官上任的马县长呢 跟太太和军事和事业 吃着大火锅 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在姜文的眼睛中的看法 非常漂亮的火车 拿着洋枪 结果被马拉着 一切外在的 现代化的东西 一切最现代的东西 那火车在当年呢 已经很现代了 结果他的动力 来自于最原始的 最落后的 最原始的 看似呢 又很漂亮 大白马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他在嘲讽着 今天现今社会的 大家看到的繁荣的一切 而里面吃着火锅 权利人当官的 有钱大家赚 一起吃火锅 一起挣这钱 而这里面的人 是什么人呢 酒肉之人 就像今天的浦东 就像今天的深圳 繁华的外表的一切 里面做的是酒肉之徒 出卖朋友 出卖老婆 出卖老公 出卖一切 那作为他 作为这个扣 张麻子 他非常有趣 他打了一枪 而他就问了 说这个大哥 这子弹呢 他说你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用了最原始的方式 斧头 把这个 斧头把这个铁轨给拦住 砸在了铁轨之上 一个斧头就可以把铁轨 挡 给他砸披露 然后让火车翻了 这一切的一切 繁华的一切 只要使用最原始的东西 最原始的人本身的 能够拿到东西 就可以摧毁掉他的一切 今天的中国社会 马拉车 斧头 劫道 就是今天 内在的品质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当火车翻了的时候 翻到水里的时候 火锅也没了 车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没错吧 这是在我的眼睛里 就看到了 最 镜头最一开始的时候 那镜头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是张麻子的 对这个 或者说江文 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对这个社会的 整体的看法 那江文 张麻子 因为他是真正的身份 是蔡厄将军的 手枪队的队长 刘国阳 所以当他来到 这小地方 俄成的时候 其实他隐喻的 就是当初的 辛亥革命的 孙中山 刘国阳的人 来到了南方小地方 那他自然会霸气外露 自然拥有他的 对人 对社会 对生命品质的认识 他自然会有这一切 尽管他是 劫匪 但是是假的 他心中不在劫匪上 他去劫钱 但他心中不在钱上 他心系着 整个社会的公平 人性与道义 所以正是因为 他的境界不同 他才能放手 做这么大的事 影片里 在他进入俄城之后 有这么一点 这段的对话 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枪杀绑匪 所谓的枪杀绑匪 然后晚上 因为他是县长嘛 得带着县长太太 对不对 那县长太太 那就得跟他住一块 那这县长太太 实际是葛优的 对吧 葛优是马县长 他是假县长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出了那么一段 非常少的床上的戏 可是这段里面 他表现出来的 是张麻子的品质问题 张麻子的品质 就是说 这不是我的女人 我不能欺负 我不能睡这女人 但是呢 这县长太太 比她大方 说我 我谁做县长 我给谁做太太 他表现出来的 是今天的官不如寇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他要树立法制 他把那喊冤的大鼓 从那个藤子里 给弄出来 结果鼓呢 太长时间没人用了 就鼓了出去 那我们就看到了 黄四爷的团练 所谓的五举人 去打这个 去打了一个送凉粉的 那送凉粉的 其实跟这鼓都没关系 还是给他们送凉粉 结果呢 被团练给打了 这就是一个最底层的老百姓 当受到欺负的时候 完全是被冤了 但是他命运是在别人的摆弄之中 而这里面所嘲讽 所点出的 是在今天的制住之下 当你想树立法制的时候 这是被人家势力之人嘲讽的 是被人家势力之人耻笑的 法律全都是假的 那黄四爷是真 但是他官就是官 当他一定要树立法制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场面 对不对 被欺负的人不敢告官 不敢的 今天的概念是一样 有谁敢告官 不敢告官 那只能官替民做主 当官去替民做主 打了势力的人之后 后面就出事了 后面出了什么事情 拥有势力的人 你不是要说讲法制吗 拥有势力的人 会把所有今天怕事的老百姓 严严的掌控在自己手里面 这些老百姓出于自己的利益 就变相的成为了一种 被蒙骗 甚至有着助纣为虐之嫌的角色 利用法律 你讲法律 我跟你讲法律 最后把谁杀了 就是这段梁粉的故事 把六子杀了 把六爷杀了 杀了六爷 那胡岸说了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知道你就吃了一碗凉粉 你傻蛋 他傻在哪 他傻在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是一个肮脏龌龊的社会 你怎么能去在肮脏龌龊的社会里 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这就像在姜文的眼睛里 就是对比着今天中共体制的社会 在共产党存在一天就无法治可言 当你一定去谈法治的时候 法治的本身就成为了势力者 权力者去屠杀别人的工具 即使遇到了个别的清官 当你在这个势力当中 当你在这个氛围当中 当你在这个制度之下的时候 眼见着自己的儿子 义子 被人家冤 在证明自己清白的过程中而死去 你都不敢杀对方 这就是法治 所以大的框架不改变 改革是不存在 大的框架不改变 法治是 法律本身是导向于这势力之人 权力之人 真正的邪恶的势力 而不是真正的法律能够扮演出来的公平 对比的 演绎的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那作为江文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那因为义子被杀呢 他当然有他的一连串的做法 这一连串的做法 表现出中国社会官场的品质 那就是鸿门宴那一段 杀人诸心 这是汤使爷 葛优给张麻子出的主意 对吧 那现在张麻子是马县长 来到了这个黄四爷家里面 黄四爷设计 杀了这个张麻子的义子 然后又请他吃饭 这就是在饭桌上 真的全是真的 假的全是假的 假的全是假的 真的全是真的 真的也是假的 假的也是真的 里面说的所有的对话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不懂 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演绎着 是今天中共社会当中 就像中南海的营台一样 对吧 不同势力 你讲政法委的体系 江家帮的体系 什么 甭管是太子党的 团派的 你所有的人 上海帮的 你全算在一起 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 彼此之间谈判的故事 就是这个 跟这是一模一样 大家谁也不明说 但大家暗底下下的都是狠手 大家彼此之间相互欺骗 用人命相互欺骗 保护的都是权力的最终者的 个人的理 所以这是非常在我的眼睛里 非常真切的表现出这一幕 那这是张马子本身 在这种体制当中 想恪守自己人性道 他人性中道义的一面 他是个狭道 他道义的一面时 所遭遇的真正挑战 那到影片的后面 到影片的最后 我觉得更有趣的 就是他一连串走过来了 我们会在其他期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这种重合在一起的故事 当影片走到最后 他真正的胜利的时候 就是斩首行动 他怎么攒掉黄四爷的头 当他把枪发下去之后 他鼓动着所有人出来 对不对 要杀黄四爷 三天兑现了 结果 黄四爷不出 这个拿枪的老百姓 谁都不出来 意思很简单 只要黄四爷在 我就不出头 他一通 一通叫唤 没人出来 以至于他只能带着 他这哥几个 来到了黄四爷家 来到黄四爷家 这几条枪 玩命打这门 玩命打这门 但他没有群众基础 可是呢 这都是马肝打狼 两头害怕的事 那我们这段故事 演绎的就是 他把所有的子弹 都打在这个门上 都打在这个门上 那其实这个门呢 我们知道 到影片最后也看到 它是一个破门 根本不结实 但是在人们的 自我观念当中 认为它是铁门 认为它是碉堡 在整个故事 走到这之后 其实作为张麻子 作为这个 作为江文 已经没办法的时候 结果谁出现了 就是贾黄四爷出现了 对吧 贾黄四爷跑 妓女在后面追 最后给追到这儿了 当他追到这儿的时候 看到贾黄四爷的时候 那他就有主意了 打了个惊叹号 打了个问号 他有什么主意了 第二天把贾黄四爷的脑袋 砍下来 这就是他的所作所为 无论他怎么鼓动 无论他如何去努力 给予普通人枪 给予普通人钱 给他什么都成 他全拿走 但是 只要 邪恶的本身的首脑还在 邪恶的本身还存在 真存在 假存在 问题不大 但是 只要在每一个人的观念中 还存在 认为他还活着的时候 人就战胜不了邪恶 人就战胜不了自己 所以才出现 影片到最后 当他把假的 黄四爷的脑袋砍下来 所有人不在乎真假 所有人在乎的是精神的解脱 都把他当成真的黄四爷死了 这是很有趣的 杀的是假的 没关系 只要杀了一个就行 因为黄四爷 当他拥有替身的时候 他为了欺骗别人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不知道哪个是假的 但是对别人而言 也就不在乎他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相生相克的道理 只要把脑袋砍了就行 这就是砍了脑袋 对不对 黄四郎被抓了 黄四郎被砍了脑袋了 那因为这假黄四郎 作为黄四郎来讲 他坏 连他的团恋都不告诉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他不相信任何人的 不就跟今天的江泽民一样 不相信任何人的 所以当把脑袋砍下的时候 团恋 那黄四郎的自己的团恋 说黄四郎死了 这就佐证了这件事情 所以老百姓就全起来了 这是影片的最后 悲哀在哪 所有跟着张八子闹革命 这哥几个 老二死了 老六死了 那剩下那哥四个 里面出了个花姐 就是这妓院的女人 那妓院的女人 她是个配角了 她表现出来的 跟这个劫匪概念一样 非常狭义 非常狭义 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所以她能露出脸来 那这哥几个 当革命成功之后 搂着女人去上海 去浦东了 跟大哥再见了 大哥喜欢凤姐 喜欢这里的凤姐 那里面他的哥们也问他 说但是呢 老三把凤姐带走了 我觉得这是非 这是在姜文眼睛里 他认为真正的 能够跟着一块玩命的 当遇到荣华富贵的时候 哥们之间也很难说 因为那些哥们 都是很实在的 要钱 要女人 那只有他 要思想 要精神 要品质 要尊严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哥 是因为他拥有这些 而之所以那些人 又可以把他甩掉 是因为在那些人的眼睛里 这东西没用 这东西没用 女人有用 钱有用 那东西没用 所以影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的 最有趣的是 作为大哥本身 他当然要让这三弟 当然要让所有的朋友 在他的氛围当中 不要被他管制 那这影片到这的时候 都提到了 大哥走了 都跟大哥白白声 说走了 为什么 说跟大哥一块混 有点累 受不了了 他在揭示着 现实的环境 中国社会的环境 在影片 我记得在我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过 我说其实很多人去强调 社会制度的改变 社会制度的改变 能转变人对人的尊严 人性的升华吗 人的道德的复苏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这样的疑问的前提 是因为共产党的体制 把人教育成高级动势 把做人的基本道义和品质 都摧毁了 这是可怕的 这是在今天 在姜文的眼睛里 其实他也意识到 几年前 他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意识到这一点 但如何解决 他不知道 所以就变成了一只孤鹰 哥们们 再把那个马 白马和火车给弄出来 再次恢复了原始的动力 坐着火车带着女人 去浦东了 浦东跟上海什么关系都没搞清楚 那人家去了浦东了 去了最现代化的地方 一个恪守人的尊严和道德 道义的一个不是绑匪 是正经八百的大哥 他只能实实在在的骑着马 去哪呢 他也去浦东了 所以这里面蕴含的 是姜文对中国人 中国社会的看法 他没有找到答案 但又找到答案 没找到答案 是因为哥们们都走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只能后面骑着马 跟着火车走 但他又有答案 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杀掉旧事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